嗨 好 大家好 我是林偉翰 那 那是我的名字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都跟剛才他講的 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當然有一點點關係 應該說那個是我的一些經驗 那是從那個過程走 我可能對於一些領導的事情 有一些想法 那其實我當初就是 聽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因為我覺得 有些經驗 每個人的經驗都是很獨特的 那有些東西是可能我講的 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夠有所 能夠感受得到 因為那個生在苦中的人 是最了解的痛苦的 那 反正我還是 就是根據我的一些經驗 然後跟大家一些分享 那主要今天會講的 應該是說 我自己從 從在剛剛有提到 台大藝術記的復召集人 然後 台大藝術記是一個 已經十九年的活動 那他就是每年五月 會有一整個月的 就是藝文活動在台大 甚至是從 從前幾屆開始 然後結合整個公館 公館商圈 像我們那一屆我那時候 是負責一個遊行 就是從 就是從台大 然後走到 水圓市場 然後整個繞一圈 那 然後學生會的一些經驗 那因為 台大學生會其實 在 可能在台灣我不知道 大家會不會聽到 就常常就是 校青的時候就會抗議嘛 然後就常常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要訪問台大學生會會長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有時候都 還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有些問題就是 記者設計好的嘛 所以這些經驗 大概就是我這一年來 遇到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可是 待會可能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 再聊 因為很多是很多個案性的 那我今天其實主要談的就是 領導這件事情 那我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領導很遠 因為 呃 待會我大概會講說 我自己對領導的一些想法 那 或許 應該說 希望是每個人 或許 接下來都可以 開始思考這件事情 開始先練習變笨了 OK 我是林維漢 那 OK 大家都叫我趙玉哥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長得像趙玉哥 OK 那其實我大學念五年 那我第一年的時候 是在成大職能治療 那 那時候 會 其實我高中就一直很想念心理系 那 主要是因為心理系 心理系是 橫跨自然科學和人文 社會科學的一個領學門 那他研究的意義都非常有趣 所以我 他那時候準備後來就準備轉學考 然後也 越念越有心得 那在職能治療的話 他大概教給我 就一年的時間 我大概看到的是一個 從一個全人的觀點 就是一個人 他為什麼會可能受傷 會需要復健 他是從一個 我們怎麼去幫助他回復到正常的生活 你應該是不是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而是應該從一個全能的觀點 比如他的社會文化 他的環境 然後他的心理狀態來做 幫他協助他回復正軌 那 心理系就是 交給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 人總是在犯錯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 坊間的心理書籍 大家可能就是常常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思考其實是很局限性的 那常常比如說 雖然我現在可以這樣講 有時候我可能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不可能就講錯話 那些都是本能 就是 我們常常在犯錯 那 我在台大也有休息領導學程 那領導學程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 教你如何 成為領導人 應該不是 因為這種東西每個人都說 沒辦法教 那 那時候因為 參加領導學程就是因為 他那時候很酷 那時候第二屆第一屆第二屆 就去爬西馬拉大山 那時候我就很想去 可是當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不去爬了 OK 那 大家應該有看到 蛤 什麼 對 後來就去南湖 南湖大山爬國內的山 那 我是一個數學不好的人 那大家 可能網路上有看到一個 應該說 我危機分修了很多次 然後 數學不好其實 我覺得有很大的好處 就是因為我其實不太會 計算那些無話無話 所以 其實我自己過得很開心 OK 那 所以像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就像我認為 220元的啤酒 比120元的咖啡有價值 那 所以其實我還蠻喜歡喝酒 所以如果有興趣 有沒有開罩我喝酒 好 那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覺得我自己算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那 也就是因為這個幸運 所以我才覺得 或許自己有一些更多的責任 那 就是 我覺得雖然 我的幸運都不是在那種 中發票 我這輩子沒有中過發票 然後 也沒有 買樂透也都 我買了幾次樂透 沒有一個號碼是中的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是非常的幸運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其實在這一路過程中 雖然 也是有走了很多的差路 可是我覺得 回過頭來看 我還是覺得 這些故事是 對我的人生都很有幫助 那 像不像 OK 好 那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領導 那我想大家都 可能第一次聽到領導 可能會覺得非常的遙遠 那我們可能第一個想到的會是 水母 白鷹九 對 然後 或是最近王金平 然後還有柯建民 或是政治人物 可能是 政研法師 聖研法師 或是說 比爾蓋茲 或是 anyway 就是商業界 各個領域都有領導者 OK 或是甚至你覺得你爸 你媽 是你們家裡的領導者 那今天我今天要談的是 領導 我覺得應該是 每個人都要去練習的 像工作 或是說 他不一定是一個 就應該是要如何去 思考自己成為一個領導者 那今年暑假其實我去 美國有參加一個 領導力培訓計畫 那這個是他們的創辦人 他講的一句 就是他的 他自己對領導的定義 就其實我也是透過這次的 我才有機會自己去整理這些東西 不然以前是聽老師講 那 到底什麼是領導 那這個是他的定義 就是 領導不是說怎麼去做 而是說 你要如何成為一個領導者 所以我就在思考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這句話的意思可能就是講說 領導並不是一個行為 而是跟著你走 就是我們的領導和 你的人是不能分開的 比如說 我不可能今天 我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可是我突然變一個領導的時候 我就變得很嚴厲 然後整天欺負下屬 這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也就是說 你要成為 在做領導其實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在如何成為一個人 那我剛剛 把投影片換了一下 就是因為我覺得 可能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對領導的定義 而且我覺得為什麼大家都要學領導 那領導其實有很多種 很多種面向 那我覺得做一個領導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那如果每個人都成為更好的人 我們是不是才有辦法 讓這個世界 或是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 對於 這一段時間來 就是每天 他都會一直跟我出去簡報 然後我就一直想 一直想 到底領導是什麼呢 然後這是我自己 給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 可能我們會聽到很多領導 就是帶領一群人一起做事 完成一件事情 領導就是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第一個站出來 等等等等 很多不同的領導 那當然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 以這個為主要的話 如果領導是讓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那這個世界 有辦法變得更好的話 那你怎麼去定義自己的領導 就是你如何成為一個好的領導人 那我接下來大概就是 只要是講三點 那第一個就是 講三點吧 再成為領導人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講的 就是你要先意識到 你自己可能在領導 或是你自己是一個領導人 那這是一顆球 其實就是你如果看著你自己 你在任何的行為 比如說 身為一個 比如說 做一個領導人 那你的行為 其實應該要適時的 如果你有意識到 你自己是一個領導人的話 你其實會去調整你自己的行為 那這個就是說 你自己 要先意識到 你可能是一個領導者 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他自己是領導者 怎麼辦 他可能有很大的力量 有很厲害的能力 可是 他可能會走外 或是帶領一個國家 或是帶領一個社會 帶領一個公司 走向我 OK 那在知道自己是領導人之後 其實我自己的心得 大概有三個 三個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自己的整理 那我覺得第一個大概就是 信任 信賴 sorry 信賴的話我的意思比較像是 當一個人他能夠被人家信賴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成為一個 比較優秀的領導人 也就是說 今天我講話的時候 有人願意聽 今天 如果是一個 可能他常常 爽約放鳥 或是常常跟你答應的事情做不到 你會懷疑他 是不是能夠成為領導者 當他跟你說 我們往一個方向走的時候 你會懷疑 你會猶豫 你不敢跟他走 所以我覺得領導人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個信賴 那信賴其實 我自己畫的一個經驗就是 信賴如何是一個 有點像一個銀行的存責 那個貨幣叫做信賴 有時候你要如何去 補充你自己的信賴 也就是說 這個信賴是怎麼建立的 比如說在我們平常的偉人 就是 你常常放人家鳥 人家就不一定會信賴你了 你常常 眼抱死角 人家就不一定會信賴你了 OK 雖然我就跟他說 對我有信心 那所以 你如何再從這個偉人的過程中 就是回到剛才第一句話 其實做領導就是 如何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在你的生活中 那 同理 第二個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剛才忘了講一個 信賴其實 除了自己的信賴存責之外 你如何把你的信賴貨幣 放給別人 比如說像我今年 台大學生會 算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有很努力在學習做領導人這件事情 台大學生會總共有 兩百位同學參與 那幹部群有三十位 家秘書有四十多位 那整個實際 比較長運作大概有一百五十多位 那我怎麼 我怎麼去 雖然我大無言畢 我算蠻閒的 可是我還是 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自己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你要如何 領導就是你要如何 學會把信賴的貨幣放到人家身上 讓他感覺到你的信賴 那事情才能流動下去 所以我覺得信賴是 領導人一個很重要的能量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同理 同理應該是大家都 很清楚 像我找了這張圖片就是 就是這個富人對這個老鼠講說 如果今天是老鼠 對你這種做的話 你會怎麼辦 所以我常常講同理就是 你要能夠去理解人家的感受 理解人家的狀態 理解人家為什麼不喜歡 像我自己覺得在領導上 實際上就是常我們學生做事情都會 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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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作為領導人 第一個應該你要去理解 理解為什麼會怎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可能是他最近 家裡有些事情 可能他最近失戀或什麼 先去理解 你才有辦法去 用行動來同 用行動來同的意思就表示說 你覺得這個理由你可以接受了 你了解他了 可是你要怎麼樣 讓他覺得好過一些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人 他可能家裡的人 剛往生或是剛過世 可是今天我們本來約好了一個是 幹部的聚餐 那你能不能適時做一個領導人 適時的顧到這個人的感受 去改變這個聚餐的氛圍 我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同理之外 你的行動是什麼 那這個 這個同理的過程其實 再加上行動 其實你也是在贏取 那個或許是那個幹部的信任的貨幣 那這個就是又回到信賴存者 就是你如何建立你的信賴 OK 那其實大家常常講的就是溝通 三分五十二秒 溝通 這個就是馬丁路德 他前陣子剛 怎麼了 聲音會重 喔真的 好 這個是馬丁路德 就是前陣子他是 八月三號 就是他很有名的演說五十週年 I have a dream 那其實這個溝通 溝通很重要的是領導人要去溝通 要怎麼樣跟大家傳達你的理念 你的價值 你想做什麼 我們常常會把一些事情 可能想的很簡單 比如說我想推動一個改革 那我們就把 就告訴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可是 你沒有被說服 我只是告訴你 我覺得應該怎麼做 所以溝通其實是 我覺得是這一年來我覺得一個 我那時候在Pacebook上面寫的一句話 大概就是 All about communication 就是全部都跟溝通有關 其實我覺得領導人最重要的事情 在做溝通 比如說 拍電影 你要怎麼跟團隊溝通 那有些事情 溝通是 讓一些化學障礙 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那些不信任 或是說讓 人與人理念不合的地方 他如何讓他那個東西疏通 那當然溝通的力道 又回到信賴的存責 如果你這個人有信賴 你這個人講話 人家願意信 那你有溝通可能就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這個人 平常就是常常 講話就是出爾反爾 那人家可能你的溝通 就是沒有力量的 那所以 從 領導的能量 就是所謂的 信賴貨幣 然後再到你如何 有辦法去理解 其他人在想什麼 站在他的觀點 然後做出你行為的改變 然後再加上最後你的理念 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要透過溝通 比如說你要賣一個產品 你要做一個社會改革 你最重要的是溝通 你要如何去說服群眾 跟著你走 這是溝通 那這一切都是建立在 你有沒有信賴上面 OK 所以信賴怎麼來的 信賴我自己的覺得就是 就是 大家可能有看過亞當斯密的 國父論 就是他很自由主義的經濟 可是他其實在寫 國父論之間有一個 就是道德情操論 他裡面有一句話就是 誠摯而認真的 留意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一 就是道德的真正精髓 比如說我剛才回到第一個 就是你如何去增加你的信賴存責 如果你今天走路 比如我今天騎車的時候 我就是看到路人要過馬路 那我就也不管他 我就開過去 那天下雨 他就水被減了一聲 那比如說我作為一個觀察者 我剛好是那個人的員工 我就看到我老闆是這樣的人 就我就覺得這個人 當然每個人價值標準不一樣 我就說 任何的行為就是 領導就是你的為人 那如果成為一個好的領導 其實就是在 你如果成為一個比較好的人 那 你如何 你如何 雷經你的信賴存責 其實就是成為 或許就是一個成為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就是 你隨時隨地 有注意 在自己注意你的行為 是不是有 是不是符合 是不是合疑 合疑其實有很多種 合疑什麼 每個人有不同的定義 可是 或許我們常常都要透過一個 觀察者 心理學裡面有一個叫做 後攝認知 就是 我如何去觀察我自己的行為 我在走路的時候 我在想 我在做任何行動的時候 我在去思考 別人怎麼看 那我的行動帶來什麼影響 那這個部分 你如果隨時有一個 內在的觀察者 在觀察自己的時候 其實 他就是一個信賴貨幣的累積 當然 如果你的價值觀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反效果 OK 我正三十二秒 那 其實 這是我 我大概是 領導 關於領導的一些想法 大家簡單的分享到這邊 那 但這一年來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螢幕是一片 你這邊有一顆 星星 這個是我在去年 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紹興事件 紹興兩階的事件 那我們那一年 就是那一天警察入校 然後對這件事情 對於台大事很嚴重的 那一天晚上我們就躺在 躺在那個 寫完生命稿 發出去之後 就躺在小門口看星星 那這個就是我那時候照下來的畫面 我是自己在整理上面才發現 我想說我怎麼喜歡照兩張黑色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看一下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 這個是我自己寫 就剛才那句話比較好 就是 面對現實中 對面對現實中的影響 就是這個意思 那就像這張圖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不要認為世界是白的 世界就是黑的 然後黑有很多種 我說大部分世界可能 體制 因為像我這年 我覺得體制是很無力的 可是問題是 我們如何做每顆星星 就是如何去 想辦法去改變體制 可是千萬不要忘記 不要以為沒有溝通 沒有去了解你的敵人 沒有去 正視這個黑暗 你就可以改變一切 謝謝 謝謝